那這個都有省水不要髒 所以都是經過檢驗過的水龍頭 現在全台各地缺水嚴重 中校國小師生供體時間 來看學生將開引機的RO過濾水 用來洗抹布再來拖地板 最後還拿來浇花 一桶水用三次 實情至今省水成效看得到 我們大概省下了25%左右 小朋友實際會用節水的概念 運用在他的生活上 比如說用這個水桶去承接 使用過的水來進行二次的使用 那另外也進而把這個概念 回去跟爸爸媽媽來分享 因為現在全台灣大部分的地區 都是缺水的狀態 所以就是想說 如果在學校的水省 少用一點的話 就是不會太浪費水資源 還沒缺水之前 中校國小就已經把水資源 重複使用的概念帶進生活 不僅學生做得到 也將觀念帶回家裡影響家人 我們泡完澡的那個水 媽媽就拿去洗抹布 然後擦窗戶 我們目前九成都是用省水水龍頭 那使用量最多的是廁所 廁所全部的 我們的廁所的所有裝置都是省水 中校國小全校的水龍頭與廁所 都已經改裝省水裝置 透過節約行動帶孩子認識 水資源有限 影響孩子進而帶到家庭 一起省水大作戰 成為習慣後就能自然的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人經衛視五庸曲高雄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